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婷娟同学们 我们要上课了 台股今天陷入到了极度观望 尽管昨天晚上 美股到穷是创历史新高的 但是科技类股表现没有起色 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股价陷入到了拉回的观望整理 连带让台北股市今天大股票表现 也是欠缺火力 不过资金在中小型人气股当中 持续乱窜 先向设备 机器人股飙风又起 多档吉拉 亮灯涨停板 带动了贵买指数 今天是可圈可点 到底该不该在挥达财报前 布局押宝AI龙头股 而哪些人气热门股涨了一轮 还有低估没涨到的黑马股 今天为您请教特别来宾 首先邀请到的是分析师 肖文明 肖老师好 婷娟 各位同学好 好 再欢迎到的是分析师 吴岳展展哥好 婷娟好 大家好 欢迎到分析师王教力 教力哥好 田教好 同学好 好 台股间亮缩 都是在等那个男人 挥达财报开奖吗 这股价8月低点来期 挥达已经涨了44% 其实快创高了 现在成绩单只能吓死人的 市场才会认可吗 反观昨天美股科技股当中 苹果还收红 秋季发表会的邀请函已经来咯 就在台北时间9月10号的 凌晨1点钟会正式登场 有了Apple Intelligence的加持 新品会有多精彩呢 有没有委屈股会开始绽放光芒 今天会由小老师来做大预测了 台北股时间又是亮缩盘 纪线下会持续来磨投资人的信心吗 不过看到资金还是勇敢的前进设备股 搭上了9月4号半导体展的开展 设备图群这一波的满足点是不是还没有到呢 这一波最强的向军豪 军华为首的G2C加联盟 继续的冲锋再创高 不管高中低价的交友题材就冲得动吗 我毕竟短线都已经涨一轮了 还要被勇敢追 设备股里面还有没有市场没挖掘到的低估漏网之余 今天会请展哥来分析了 还有AI需求没问题 半导体展不管豪人薰来不来 概念股仍然有好戏吗 台积电领军组细光泽大联盟这次CPU 会不会是半导体展最抢眼的重头戏呢 今天机器人又满血复活 这是不是主力回锅 还是在赌皮难开筋口 而手脚不够快怎么办 低档低位阶的第三代半导体不缺席AI 现阶段还可以选谁呢 今天会请赵李老师来做解释 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的精彩内容往回来开课咯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咯 先来看到今天的台北股市 其实整体今天又陷入到的是一个 非常亮缩观望的一个盘数 小老师我们给大家看 早上开低震荡之后 其实一度又来回测两万两千点的关卡 也跌点超过百点 但是尾盘其实又收敛 但今天因为整体没有太大行线表现 所以量能今天再度的又是缩到 不到三千亿元 那主要就是很明显看到很多大型的股票 台积电 鸿海 联电 甚至连金控股 其实今天表现 都是比较有一点点欠缺火力的 那我请赵老师帮大家做观察 大家本来都在等 到底这个礼拜台北股市关键的季线 有没有办法站上 为什么看起来最近就在季线下 而且震荡区间这么狭窄呢 是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各位您做个交叉比对 就是比对什么 第一个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K线图 跟交易量的一个变化 你会发现到量能是持续低迷 往下做缓降的 好 接下来看左侧 其实今天最主要关键是 加权指数今天中场跌0.25个百分点 什么意思呢 原本预估今天台北股市 应该不是跌0.25了 就是说开盘前你大概估好了 台股今天应该要跌0.9了 但是它实际上只有跌0.25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右称 也就是台股在这里做一个收链 这个收链的过程呢 我们在观察什么 紧接而来的加权指数 到底是要往上收链还是向下 做行进 所以稍待我们会举几个案例 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当然因为台北股市 其实今天都在做观望 为什么 因为其实昨天股市 美股的表现有点分歧 道琼创历史高 可是科技类股就有点拖累 台股的气氛哦 那整体上呢 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 比方说今天一大早 美股各大财经网站 从美联社巴隆到华尔街日报 大致上不外乎就这些议题 美联社的部分讲说 继欧盟之后 欧盟是针对中国的电动车 课程60% 然后接下来呢 加拿大是对中国的电动车 课程100%的关税 就是因为从大陆制造的特斯拉 然后要卖到加拿大来 他说这个部分 我要征你100%的关税 再来在巴隆的部分 他就提到刚刚婷监提到了 第一个道琼他是创历史新高的 可是呢纳斯达克下跌 就影响到台北股市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纳斯达克的表现 当然就会关系到 整个台北股市 你该怎么做观测 好 紧接而来华尔街日报 我认为这是重中之重 他说苹果iPhone这一次呢 所推出的新的AI功能 会在9月9号发布 那各位记住 过去每一次苹果要就是 要发布之前 他有一个简历 那会讲得很详细 那这一次只有一个字 叫positive 就是什么 我确定的 我是正向的 我是成长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认为呢 接下来整个科技股 应该呢 你不能脱离整个苹盖类股 好 那当然包含了 辉达财报要做开讲了 其实苹果的发表会要来了 那为什么量还是出不来 最主要就在于 Mix恐慌指数呢 也就是说 整个Mix恐慌指数 我们观察新的月份 就现在新的这个月份 Mix恐慌指数 我们观察最大交流量 是报在25.35嘛 所以只要在25.35以下 代表怎么样 代表股市是一个正向的 股市是一个多头的 你看我就没有看到台北股市 你去 但是它就是多头 有什么台北股市没去 好 来继续往下看 关键就是在这 在8月15号 也就是说8月15号呢 它有微幅放量 我们讲过 往左边看 这边左侧是大交易量 这个是很小的交易量 可是很小的交易量 也是过去这一段期间 以来算是最大的 那么因为放了微幅的放量之后 接下来Mix在我们讲过 主要交易量 主要交易量会产生什么 多空的分歧点 所谓的多空分歧点叫紧线 紧线之上 代表这个商品会往上走 紧线之下 它告诉你我会跌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Mix是反向的 Mix往上走 股市绝对会跌 向下跌股市会涨 因为在8月15号 这里有微幅放量 微幅放量之后 这个点在15.15 各位请看 它是不是都守在15.15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 美股的科技股 或者是加权指数 近期往往就是 要不就开高走低 要不呢 你说它大跌它也不会 它跌了一定又拉回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走空 它是个多头的格局 问题是因为Mix 现阶段大家预期 它可能会有个反弹 然后再破底 大家在等这个反弹 但这个反弹你知道吗 这也是造成你为什么看到 台北股市近期呢 整个交易量是比较低迷的 问题是该怎么做观测 我们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好 当然接下来的一个盘面信息 除了回答之外 反而邵老师告诉大家 是苹果其实接下来的重头戏 更该做关注了 我们来看看 这次苹果正式的邀请函来了 时间发表会在9月10号 台湾时间的凌晨1点钟 主题是闪耀时刻 当然这次大家最关键 到底还有多智慧 多AI 那当然还有就是 这次的智慧型换机潮 有可能真的会被苹果整个带动上来吗 我们看到这次如果苹果 重压这高阶的I16 当然没记得点名啦 红海会是当中的最大赢家 那包含了整体的出货状况啦 还有股东人数 其实很明显看到 大家对于相关的一个买期 跟换期潮是有期待的 但是要看红海吗 因为毕竟下次大牛股比较长不动 外资反而把目光聚焦在 大力光的目标价 因为这次的高阶机轴 有镜头升级的一个利多 所以法人持续按赞大力光 目标价给予的最高啦 瑞银是看到了3830块钱 所以萧老师 如果说这次的苹果 你认为可能精彩神度 会赢过回答的话 怎么从这当中找寻 接下来有出量机会的个股 对 因为有些事情 过去大家大概已经都忘了 其实是之前 你很在意的一件事 现在大家都放不去 因为到底是什么事啦 各位看纸张图 纸张图这个叫苹果 你问这有什么事要不去的 好 这实在是没什么事要不去的 重点是各位你都忘了吗 巴菲特在今年的第二季 把所有的苹果股票 不是大幅度出新吗 对 对不对 有这个事也有 你再眼睛看一下 这个是过去这三个月 苹果的股价是一路往上走 也就是我们讲大漆 大漆从苹果 辉达 亚马逊 微软 特斯拉等等 这七档重量级的科技全职股 到目前为止 我们如果观察过去这三个月 最多的 我跟你说 全是苹果 没人比较多的 没有比他强的 你说明明传出 巴菲特把股票卖光了 股价可以持续往上涨 那你一定问我说 我怎么知道它会涨 对不对 当这个消息冲击 你一定会均匀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来 回过头来 来 再附送一次 来 第一个 什么叫量价结构 量价叫同时 什么又叫做同时 同时就是第一时间 这个买卖交易量一旦发生了 在第一时间它已经告诉你 这支股票再来是要去 还是要漏 就这样而已 这个就叫量价 往底下看 接下来就叫主要交易量 会得出什么 多空的分歧点 所谓的分歧点叫仅限 仅限之上代表它会涨 仅限之下一堆 好 回顾了 我们就来看苹果了 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接下来我们预计 不可能等到9月9号才发动 真正股价 股价会领先 获利能力率先发动 所以不可能脱到高位 所以接下来我们预计 苹果动与不动 台股的科技股 要不要发动攻坚就在本周 所以我们来看 来 各位请看 你就把最主要的交易量抓出来 一个叫最大量 最大量在这里 6月21号 次大量在6月12号 也就是说6月12号之前 之前这刚是最大量 可是6月21的交易量比它大 21比12号大 所以变成最大量是变成B 这个叫A 你不要忘记 B的交易量大于A 代表这个A就会被消灭了 它就没重要了你知道吗 什么又做没重要了 你再看一次 就是说 好 来 苹果的股价是往上涨 对 往上涨是不是在这里爆量 是 这个价格在212 好 接下来苹果是往下杀盘 它往下杀 杀到多少 208 对 这个量能208的交易量大于212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苹果的价格 守不住208 我跟你说 今天大概只剩100块 你不要指望一样 还有227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我们讲量先价型 新产生的交易量 绝对会有一个新价格 这个新价格不是涨到你不敢相信 就跌到简直是 让你整个人直接昏倒 对 好 所以来看 因为B大于A 这个B呢 这212就没重要 你就不要插蜜 代表一定会过 你知道吗 你如果这212有反应 你是账到油吗 那根本不用理它 它绝对会过 所以一直会起来起来 接下来这里发生什么事 这里不是各大媒体 从国际媒体到台湾 各大专业杂志拼命告诉你 巴菲特把苹果倒到一个不行 好 来 你看看 栽软有往下跌吗 它根本跌不动 它告诉你 接下来科技股最强的多头 绝对会落在相关的苹概股 好 那萧老师 如果这样回过头来 苹果也是助攻台股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那台北股是这部的闷盘 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个方向出来 各位 你加入Lite Ad之后 我们所有在这个单元的资料内容 我都会放在Lite Ad上面 那你自己就有空慢慢做比对 举例 各位请看 这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你说这样是有什么好处 根本看不懂写了一大堆对不对 那就你不对了你知道吗 你如果会去看五日线 双周线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那你就应该知道台股现在就是 22240到22039 就这么窄 那到底它要往上还是往下 好 来 我很快速 你加入Lite Ad之后你就抓什么 你把现在往过去 去找出台北股市的最高点 叫24416 是 你把现在往左边去抓 抓什么台股的最低点叫19662 对不对 OK 来 24416到19662 你不用去看什么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十年线 不要浪费时间 他跟你说我就是22039 你再看一次 这个已经跟各位讲了一两个月了 他就绝对是22039 他如果停在22039 用算的 也就是从24416一路崩跌到19662 他是怎么跌的 最主要就在外资在这段期间崩狂 卖超台股 再来就是自营商的部分 卯起来避险从来没发生过 避险2000亿的股票 对 这是造成这一波的下跌 这个反扑下来 因为低档是爆大量的 是 所以他确定是个多头的攻坚 多头攻坚公道最主要环境 再问你一次在哪里 你说我买去 你也帮帮帮 22039 这样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好22039竟然一个主要压力 攻上去了 为什么就不动了 对 那就你不对了 为什么我不对了 好 来 我们刚刚讲 你把现在往左边看 最高点多少 24416 最低不就19662 然后呢 然后你就要看细尾了 细尾怎么看 来 把现在往左边看 近期的最高点多少 不就22545 没有224416 22416你就看过了 你也帮帮帮 你把现在往前看 最高多少 22545 你把现在往左边看 最低呢 最低不是21935 他回答我 请问加全指数 昨天收在多少 22240 所以这条叫做反压 这个叫反压 多头22039 他们陷入22240到22039 好 关键来了 到底是要22240往上 往上就是要过24416 往下多头躲在21103 到底要往上往下 这有点难 我时间不高 好 各位看一下 来 我们去比对 这里是24416 对 这里是19662 好 蓝色的叫纳斯达克 黑色的叫加全指数 好 各位请看 你就做比对 比对到什么时候 到前天 来 你要注意看 这里 他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一个喇叭口扩大 对 扩大楼 也就是说台股跟纳斯达克的 富乖离是不是一直扩大 是 你会扩大到多少 扩大到不畏再大不就是停了吗 扩大到它不再大 不再大到哪里 好 一抓 这里是负4.2 这里是负9 也就是说台股一直到前天 两者之间的负乖离 最大来到负4.8个百分点 接下来我们看昨天到今天 这是昨天 昨天跟台股 这是昨天的代表公司 两者的插幅 昨天晚上的纳斯达克是跌的 跌了0.85 接近0.9 所以你只要抓到什么 如果加全指数今天跌幅 少于0.9代表什么 代表台北股市的收链 是持续向上的 如果台股今天跌超过0.9 他这个开口会往下继续跌 所以他告诉你 我是要往上做收链的 回过头来 接下来该怎么看 我的看法呢 如果是平概股 你就把指标抓出来 指标股不见得推荐你去 你要去关注它 OK 我们第一档 一定是抓大力光 是 绝对是大力光 因为主要都是法人手上 散户真的不多 所以你就看出动向 不是要你去买卖 当大力光有能力做攻坚 就会去 至于整个瓶盖里面 本益比最低的成长性非常高的 那肯定是4958的增点 目前本益比预估只剩10.6倍 所以很快速来看大力光 各位您加入LightEd之后 这个叫集结 站上集结它代表它要做反攻 包括我们在上个礼拜 提到的像长华 站上集结会大涨 紧接着来跟各位分享 2362的蓝天 第一次 第二次 这个叫第三次 它已经在告诉你 我准备要发动贡献 好 那如果大家对于接下来 哪些个已经来到了集结区 突破都有机会再讲 还有在相关的大盘 跟个股的量价结构 如果答有任何疑问的话 都可以透过画面当中的联络方式 来跟肖老师做进一步的一个联络 好 今天的大牌 亮缩下甩模 大股票都在等那个男人吗 那么中小型股各有题材 现在断线资金往谁 再做持续的聚焦 等会来请教展哥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了 今天的大盘出现 亮缩市场都在看 有没有可能关键会出现在 礼拜四挥达财报公布 那么就有机会给大盘 亮能带来一记强新争 那我请展哥先帮大家看 说实在话的 挥达财报好 或是超级好 其实市场大概心里都有点准备了 目前很多华尔街投行 都先把挥达目标价 往上再做调升 甚至有人在预估了 财报的年增应该是会翻倍 大摩也抢在 挥达公布财报之前 那么也列了一份很强的报告 来看如果是优于市场预期的话 还会再涨3到15% 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可能就会跌5到10%了 好 当然市场都在做观望 包含了台积电也在做观望 当然台积电其实说真的 基本面好不好 还是很好啊 你看到台积多抢手 现在连雄本的知识都希望他 再去盖第三座场 当然台积电的回复是说 等一二场做好 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规划 但问题就在于台积电不动 大股票没有什么表现空间 展哥真的要等到挥达 告诉你它有多好之后 这些个股的信心才会回笼吗 现在其实这两天 我们发觉真的是量缩嘛 所以散户确实不敢买也很正常 上礼拜四 礼拜五 大家又在等那个包吾嘛 大家都在等 所以现在是 一有讯息我就要等 现在散户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其实现在氛围你说 真的热落吗 真的不热落 但是你说看大盘 你说这里涨上来 其实那当然很多 就会有负面的观点 挑战季先上不去又完蛋了 这里昨天测季先又上不来 是不是又要下去了 好 那其实一样 我们维持一贯的观点 21850守住我觉得问题不大 好 那真的稍微下来一点 21750也OK 然后再来月线的位置 是21800附近 所以其实这边是什么 下面有月线 上面有季线 月季线之间做一个压缩格局 是 但是客观讲 如果以你说实际上 基本面的角度 我会认为现在应该要凭多思考 只是你可能要运用一些策略 然后不要现在就all in嘛 我觉得没有必要嘛 你要再控制风险 对不对 那当然大摩这个说 如果真的表现比较好 会涨个3到15% 我们改一下 可能改15到30% 对不对 我们要比它乐观一点 乐观超多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做的是 比较积极的个股 你说台积电 真的要在30% 可能不见得这么容易 对 但是你说来像什么 2467好了 自胜 对 我们是哪一天 上礼拜四 是 这一天明君特别问我就说 我觉得这组还没完 有没有 隔天涨停 昨天震一下 今天又涨停 对 对不对 来 5443 君豪 君豪 有没有 同一天嘛 有没有这一天 隔天涨停 昨天收长上一线 今天又涨停 对 其实就告诉你没有完啊 是 对不对 然后今天还有谁 甚至 待会我们会讲到其他个股 来 甚至什么 6223好了 旺系 旺系 其实你看昨天这样震 今天还是 还是收个小涨2%多 对 然后五日线还在下面 其实也不符合我们出场的条件嘛 所以看起来很多的个股 有点怎么样 在高档的时候 有点下甩模 是 下甩模的格局是什么 来 我们看一下 6788好了 好 来6788我们是哪一天 我们是这一天嘛 8月13号推荐嘛 涨上来我相信没有人会买嘛 但是涨上来我们会发觉 这一个礼拜左右的 这五个假日左右 其实开始又有一些同学会开始问说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是 OK 那代表可能有一些回闻 这是我们的感受嘛 那如果真的在过去五个假日 这左右有回闻的话 坦白说你遇到这样的震荡 你会不会出场 可能很容易就会出场了 对 那是代表什么 也许就是要把你这件洗出去嘛 是 所以有时候真的 操作股票有时候真的 你能买到这种低档的位阶 承受合适的风险 合理的风险 甚至会比 你在这里再买会更安全一点 是 对不对 因为你自身真的 你如果前上礼拜试买 你可能就很痛苦 隔天涨停你又没有 跌下来你又买掉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觉得 从市场的氛围 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偏多 然后再来 当然大家关注的重点是谁 当然就是辉达嘛 那个男人 对不对 来 辉达这一波 有没有跟着大盘杀 其实有啊 有 一路跟着杀没有问题嘛 所以这个时间点 当然很多人就说 杀能不能闪过啊 干嘛的 都觉得这种好像 一定要闪得过 系统性风险 真的你可以闪得过 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啊 但重点是什么 我们要判断 接下来的格局是什么 是 这边如果是超跌 那这里有没有叫超涨 这也不叫超涨 这叫回归正常嘛 是 所以过去几个价位 我们画出来 这边跌下来 确实这一天超跌 但这一天超跌完 当天就上去 是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怪怪的 就隔没几天 又站回这个缺口 这个重要价位 就这一阵子也在这边 对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要公布成绩单 我总不能公布成绩单之前 大家就已经压保 一定会过了嘛 所以重点是 只要守在重要价位这边 那我觉得可能市场上 还是偏多思考的氛围 如果讯息一开出来 可能会上去了 对不对 那另外的重点 Apple是9月10号 那当然补充一下 回答是可能就是 明天再一个假日 然后礼拜四的清晨就有了 我们就开牌了 所以真的要再等 你也是只有再一天吗 再一天 OK 然后以苹果的角度 当然很多人就说 这时候可不可以 回来做瓶盖啊 对 其实我的看法 当然以这个重要价位 来画的话 这边有没有抄跌 也是抄跌 有 但是有没有很快又收复 其实也有 那这边是不是也回到 重要价位之上 所以你说苹果不OK 我觉得也是OK 并没有不OK 但是回过头来看2317 鸿海 来 先缩小 我们从三月看到现在 来 通常我们会讲 三月到六月这一段 我们认为是掌揮答 因为三月初 这也是GTC大会 是 GTC这边 然后黄仁勋六月来台 然后就公布说 红海拿四层 广达拿三层 我记得数字大概是这样 那这边是不是就开始整理 整理完后面这一段是什么 六月多到这里 我们认为是涨苹果 所以如果是涨苹果的话 这里有没有下来 有 如果同一个时间我们来看 来3008 它是不是涨同一段 对 来2439 美绿 美绿 有没有同一段 是 其实它们都涨同一段 都涨苹果 所以那个时间点 来3105好了 文貌 文貌 有没有 几乎都同一段 来我们再回2439 来如果以文貌 以美绿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里掌握一波 这里沙下来 有没有抄跌 其实也是抄跌 也跌破前面的平台 对 这里有没有上来 有 但是说真的 从低点上来 这边已经30 40%了 而且这里是挑战 前面的整理区 是 那挑战整理区 这边预压就回头 你要不要急着先接 我觉得不至于 你可能可以等这边 稍微指纹 看是月线有手 还是回到季线 看是线有手 还是再稍微下来一点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你要不要急着买 我觉得9月10号 还有点时间 对 可能还不用那么急着 急着去出手 那这个时间点 你又可以做什么 我们就想 有什么新的题材 现在题材都还在做 快速的轮动 很多啦 百花其放 对 因为你说机器人 有时候扫一扫 你就觉得 有些确实营收得起来 但是好像获利都 就是你 看得下去买不下手 有没有 当然有些已经看不下去 所以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是说 你干脆买安全一点的 买个BABY15倍的 不到15倍的 那加邦今天其实也上来 对不对 你说这里有没有跟着超跌 也有啊 那这里有没有回到重要价位 也有啊 所以这也是上来做守住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同理 我们跟你讲说 营收年帧率大增的 而且甚至前两季 获利又是大幅要升的个股 那这个地方 当然重复一下 卫星产业里面 台湾供应链基本上我认为 比较强项是在地面嘛 那如果在地面的话 那这个新附星爆发力强 然后真的 营收也真的起来 我觉得确实还是可以关注 像这种个股 我觉得问题不大 而且至少买起来 可能没有那么怕嘛 对不对 比较买得下手 对 而且是在另外一个题材 因为现在的市场是什么 你只要困在这个题材里面 可能很多人 像很多 今天很多个股 都是当冲率非常高嘛 对 你真的冲得赢人家吗 对不对 被人家 对 好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是 OK 但是今天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法人的角度 法人会怎么看回答 那当然有一些 比较四四而非 或者是没有结论的 我们就不讲 好 那这一个 今天很有趣 我们讲帽连KY这一档 对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从哪里开始卖 一路卖 股价其实并不弱 对不对 帽连是一路涨 但外资却倒光 对 应该是说平台的时候 外资拼命倒 对不对 但是你看 这个现在等于是 回答得前夕了 是 对不对 结果今天早上出一个 应该是八十二页的报告 忽然力拱帽连 这是很有趣 它的确也是 它切入GP200的供应链 之后股价就一路涨 对 这个地方很有趣 这边传切入 对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 第一个GP200 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然后再来也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光转铜 所以很多人在讲CPU 说真的我觉得 先不要评论 来 管理层对什么HPC 跟半导体设备的需求感到乐观 重点是什么 近期 宣布收购 应该第四季会完成交割 是 这个五千多万欧元 其实还不少的金额 是做什么 箱体组装跟系统整合的 东欧的公司 然后但是重点 是第二季的财报 第二季的财报是什么 营收成长怎么样 没有打错 真的是零 真的是没成长 是 到底在涨什么呢 但是 EPS怎么样 成长127% 瘋了 对不对 茂林不是烂公司 没错 茂林其实过往我也觉得 它是台湾之光 去欧洲 对 买公司跟买什么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看 营收没有成长 获利却大幅的成长 所以是毛利 对 所以法然的看法是说 产品组合优化跟效率的提升 因为它费用率确实也下来 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说 为什么在这个前夕 忽然在这种类型的股票 而且是GP200题材的股票 忽然来一根 就上去了 对不对 那投信其实有没有布局 其实也是持续布局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晚上看 是不是真的外资说到做到 报告开出来 我就进去敲了 是 如果是的话 那可能后续都有机会 再来做买进的动作 然后另外外资另外 其他外资 又分别讲了设备股 包含加登跟万润 当然万润现在已经处置了 我们就不多谈 那看加登 我们就拿加登这一份 因为加登主要是晶圆载具 光照载具 所以外资的论点它讲什么 它有EUV的部分 如果你看 在EUV的占比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光照的需求越来越高 对 现在是多少 2024年 所以你看一路看过来 如果到2030年 真的成长是长这样 这发疯了 很吓人 这里多少 可能不到200 对不对 我们就当300好了 好 到这边已经750了 那就一倍了 还有两倍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空间 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但是要不要买加登 我觉得可以再讨论 因为今天是刚创高 前一波也是跟着大盘一起下来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重点是什么 这个COWERS的部分 2024的预估到这里 2025年 其实还是大幅的成长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很多人说 什么半导体周期结束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对 因为现在的推估 包含成熟制成的推估 都是往后看 那这里只划到2025 上礼拜我们跟一个专家座谈 他们是认为2025到2026 都还是很有机会 是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是我们讲台积电 台积电自己讲说 我们预计2026年 我的COWERS产能 才会进到工序平衡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一个问题 很多人会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空 来我们看一下大盘 下面帮我放容卷 好 其实我们在看筹码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 当然这里两天 是融资大幅的减码 稍微缩小一点 这边是容卷的部分 这里是高档 五月六月是高档 可是那等于是一路被尬 有没有被尬 尬残了 然后开始投降 要建高点 然后结果下来之后 看空军又进场了 有没有 好像又来了 结果你看一空又空到 五六月的水准 所以变得是 这两天杀在地点 是 然后这里一路反弹 一路空 又被尬 那就有趣了 因为容卷是 一定是产户做 而且又是做错 因为我们过去常常讲说 做对的 那个开杠杆的人 越来越多聪明大会开杠杆 但是开杠杆的人 怎么去判断 就是他做完是对还是错 是 那很明显这群人是做错 对不对 所以是应该要空吗 这个给大家思考了 好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 我们就讲说 滑井店我们是这一天买 那时候我们是说25倍本一比 现在涨了30% 已经到28倍了 28倍好像也没有很高 是不是这样 但是OK 如果你看涨30%你不敢买 当时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缺口 对 这里站上 这里整理 对不对 然后这里是导心翻转 有点导心翻转异味 来天宏这边缺口 是 这边站上有没有拉开 其实还没 还在整理区 是 是不是跟这个位阶有点像 然后再来 当然以他的状况 累积的时候年增率的成长 当然比不上滑井店这么凶狠 但是法人其实在六月多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 都有相关的研究报告 当时同时我们推荐 滑井店的同一天我们是讲金鼎 金鼎其实除了是宏家军之外 也是那个应用材料供应链 那应用材料供应链 台湾的部分 就设备族群 比较偏向是后段制程 所以前段制程很缺乏 基本上都买煤商的货 但是天宏的金鼎团队 是哪里来的 就是应用材料来的 是 所以这一回类 特别是投信 虽然买的不多 但是近期开始琢磨 所以代表他也不是在 瞎扯蛋的公司 对 那另外的角度 上礼拜有个新闻说 行政院副院长 率队什么半导体台湾队 去参访捷克嘛 就说带了谁 带了华丽 带了帆萱 带了崇岳 崇岳当然是经济部长嘛 对 所以这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从中间 其实华丽局 我们之前就注意过了 同集团有谁 常华 他是主要强项是在封装的设备 封装材料 你看从低点长到这里 已经长了五十几%了 太凶了对不对 对 但是你看 如果两家来比较 它本一比来到二十四倍多 旧材料可能略贵 大概华丽多少 十三点九九 十四倍不到 那这一边 这个跳风上涨是大量的 这里拉过来 这里看起来也是超跌 那时候我们还下来 砍它要呆股嘛 但你说这里上来 有没有机会再买 是 我觉得机会来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个股 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思考 从中间 其实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要有方向 你要做多 你要做什么 往这种角度去思考 好 到底在相关的一个族群里面 我们透过加量结构 包含了 从这个基本面 本一比的角度 来做个对比 还有没有哪些漏网 至于是接下来盘面当中 如果你想要做多 偏多 来做思考跟操作的话 给大家一些方向了 如果还有任何的疑问 大家都可以透过 画面当中的联络方式 来跟展哥做进步的询问咯 好 那等一下 下回来继续来做关注了 AI需求没问题 广达冬帐0801打PASS了 皮衣男真的 从不让人失望吗 这一波还可以往哪一块方向 来做布局 有谁这一波还没涨到的 等一下回来请教赵丽老师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同学我们继续上课了 我来看到在这个礼拜市场 都在等回答财报要做公布 不过有些设备股 其实事先冲出去 因为9月4号的半导体展之前 很多个国现在真的是压都压不住 那我们赵丽老师 我们先持续帮大家来做观察 到底要不要等回答财报 还是早就有一些个国 跟半导体这次展览 密切连结相关的 其实这波早就已经先各自表态 回答财报 其实陆行之士有说 要比预期好5%以上 才会比较有表现 可是会不好吗 我们要告诉大家找证据 其实零百里已经来打暗号打PASS了 他说什么 他说AI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Blackwill的地盐杂影 完全不受到影响 现在在下半年出货 还是呈现续墙的 其实我们从当中打入 GP200供应链的帽连 就可以观察到了 刚刚展哥也说了 为什么这一次 获利表现这么亮眼 当然跟毛利率的大举提升 是有关联性的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 灰达财报搭配上了 半导体展即将开展 这次首月会不会来不晓得 但是看起来热度都在这其中 哪些是可以在 灰达财报前持续布局 一路做到半导体展的呢 对 没错 我想大家 当然都关心灰达的部分 大摩当然也出了报告 其实他讲的 跟有讲跟没讲 也大概差不多 他说符合预期 不如预期 我们看下一页好了 好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大摩他说 他推演灰达的一个财报 他可以讲什么 我大概讲 财报是由于市场的预期的话 有可能会涨3到15% 不如市场预期大概跌5到10% 那过去就是这个是之前 之前大家预期第二季是280 然后之后300 然后之后因为股价的 慢慢的一个反弹 再加上台积电的一个 法说会的时候 对未来展望也乐观 所以市场上最乐观的 应该是说很乐观的 就认为上一季是315 然后这一季预期是320 就是比之前好 他的意思是说假如介于中间 大概比这个好 那比这个差 大概就是3到15% 你看这个3到15% 其实也很多 差了12% 你知道我们掌停板也才10% 你看 这种有意 这种预设有意义 完全没意义 我就说意义不大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好了 好 其实昨天我有跟大家讲 对 好 我说其实现在辉达的财报 应该这样说 我们整体信而言 我们认为会比过去预期来得好 可是会比高标大家最乐观的 那个数字来讲来得差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那会3到15% 其实那个预设大概跟大波上 可是会有15%的空间吗 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等一下我再从现行的角度 来让大家看 那另外的部分 你说辉达的财报会比市场预期 之前的预期那个比较低标的 来得差吗 我觉得那个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对 我们不要说从茂莲 我们从台积电的法说就知道了 我们从最近这一段时间你看 辉达还跟那个什么 黑就是黑猴子 黑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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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黑悟空 你看 都跟他搭配了 你觉得他会卖不好吗 他未来的涨幻会不好 所以我说大几率 大概率 我们不能 因为股票没有百分之百 我们预期大概率的部分 就是会比低标来得好 比最高标的部分来得不好 那你看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说 好 今天有媒体写180 我一直强调180有很高吗 其实最高是200 你知道吗 昨天不是讲145 现在换180 搞不好明天就写200了 因为这个是49个分析 大概预测 那平均目标价 我也跟大家讲过 137这附近而已 那除非财报真的非常的不错 把这个平均的目标价 不然假如说你说现在来讲 所以今天的回答 为什么会回答修正 其实第一个 他以昨天的收盘价值137 其实非常的接近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我再来跟大家报告 好 你看一下 亦曲同工之妙 你不管基本面 你看一下技术面好了 我讲你就知道 上一次的财报公布前 涨幻公布前的时候 是这一天 这一天没有涨 那你如果然后隔天就大涨 因为财报大幅有预期 然后股价就这样 再搭配华人勋来台湾 你知道吗 好 来 总共涨了48% 可是他已经从这个地方涨了 之后因为财报由于预期 大幅有预期 所以涨了48%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次他先涨45% 你有没有发现 他也在这个地方高点在这边 你不觉得他也在等 你看上一次一样 他在这个地方 其实对过来他没有冲高 他也是在这个地方等 等什么 等财报假如真的好 可是我跟你说 这一次因为大家的预期很高 因为股价涨成这样 你说要真的大幅预期 然后未接也不一样 上一次是在这边 这一次是在这边 你觉得会 这台48% 底下的财报真的报到好 报到已经不知道怎么好了 你已经没有办法形容它的好了 对 除非要这样子 你了解我的意思是吗 那你看一下 我跟你说 为什么你 我们把它清除一下 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我说过去的有一些的历史 他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宠物 可是他有类似之处 他就在这个地方整理 他也在 你有没有发现 要公布钱 他也给你整理整个工 这一次是不是公布钱 他也给你整理整个工 那为什么会整理 我跟大家讲很简单 你之前买的人 积极的人 知道财报 不是说知道 预测 因为你预测本来大概率的部分 大家就会觉得 比市场预期来得好 只是说大好还是小好 所以我聪明的人 我是不是在这边买 买…好 买到这边 终于要公布财报 我也赚了 我一定先减买一些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这个地方去赌 偶运这样子 我得说 你一定买了一些之后 到这边我一定先卖 跟这边的逻辑是不一样 我也一定是先卖 那之后看 先卖部分不一定全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相同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高点140.76 对 这个其实假如财报 只是比普通的预期 我看到 会不会 有可能会过高 有可能不会高 然后之后大概就整理了 是 因为你看一下 财报公布完之后涨一天 回档修正了大概两个月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一个逻辑 美国的财报 是三个月公布一次 不像台湾每个月营收再公布 所以它嗨完之后肯定整理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像这边嗨完之后也是整理 也是一样 所以我的一种 所以你有什么好嗨 好 那当然当辉达我们现在预期 基本上来讲 当然是有机会往上来调 可是这个空间没有很大 当然另外一点点 比较小的风险 就不如市场的预期好 那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看下一页 好 那当然这部分来讲 其实前几天我跟大家讲过 你跟AI Callwords当然跟AI有关 因为大概就是台积电 这一些芯片的部分 对 那你看一下 列的这些股票 其实说真的 这都是我们最近讲的股票 对 这些很多都创新高 那我也讲过 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强势的 你就是右侧交易的顶端 你就自己技术面 筹码面去看 停损停力设 你跟我讲说好 君豪会涨到哪边 谁会知道 来来来来 5443就好 很可怕 这一波 对 这种不可能的任务 不要交给分析师 这个要交给神 好不好 我问你一句 这谁知道 你用本益笔 你用什么评价 因为这已经疯狂 疯狂 你就不能再看基本面了 就是你就是技术面 筹码面 就是说我们事后来 突破之后 是不是整理 整理都要串高 这个你事后来看很正常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你这边的时候 你会怕 对 就是这个不用 其实我跟你讲 这种基本面都不用看了 Callwords多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说扩厂 台积电扩厂等等好来 那当然这些股票 我不是说你不能玩 假如你真的心脏大科的 短线操作 你就真的操作那些股票 那辉达的股票 假如说你真的不懂 你真的还是要赌 辉达的财报会比较不好 你就明天嘛 对不对 明天收盘的时候去赌一下 就收盘附近对不对 因为礼拜四开盘 我们就知道了 对 我跟大家报告 这里面你要推 你要你稳健的人 基本上跟辉达一定是正相关的 我跟大家好不好 你就挑一下2330台积电 好不好 就他啦 就他啦 对不对 辉达假如会好 我跟大家下面放外资好了 你看一下外资的筹码 是 好 你看一下 因为其实最近的AI的股票 美股大概辉达比较强而已 你说美超委 你说什么 其实真的都不太怎样 你看一下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台积电现在是不是外资卖 我问你假如辉达财报真的不错 辉达小涨个3%好了 假如就OK啦 假如台积电不会涨 外资不会补吗 肯定补的嘛 我的意思 你也不是说要赚他20%嘛 你就赚个3 5% 总是该有 不然你赌这些有的搞不好 对不对 高档真的摔下来你也麻烦 所以你的手脚 你真的是稳健又想赌 对不对 那你就明天尾盘 对不对 看一下台积电嘛 是 好 那当然今天 这个赵立老师帮大家整理了很多 在接下来 除了台积电 还有很多很多半导体相关的主要 比如说什么剪金设备 UV光照盒 我们帮大家整理了非常非常多 在半导体族群当中 这一波比较有机会的个国 如果大家想知道 有没有哪些的进出点操作 或是说对这些个国 有一些后视表现的疑问的话 大家可以透过画面当中的联络方式 来跟赵立老师做进一步的请教 好 那当然 因为半导体展马上就要开始 所以赵立哥 我们去帮大家来看 这一次的展览 当然大家会说了 包括什么面板级扇触型封装 矽光纸 会是这次半导体展的重头线 但关键是很多个国 已经都标一大段了 现在到底还要不要做 或是还有谁没长到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CPO就真的比较尴尬一点 因为你看营收获利的表现 等等这一些来讲 其实就跟COLOS 就真的不太一样了 对 那当然不是说COLOS一定好 而是说COLOS长到这边 当然他的本益比也比较真的高了 也不能说他 你去做他一定会 不是 那CPO的部分 因为其实你去看这些股票 现行相对比较强的是3450的 联军 其实我跟你讲 大概就看他 我觉得看他能不能过高 假如他连他这种相对强的 比如说3363 上全 对不对 这是离比较遠 3163 波罗威 波罗威 这个就离比较远一点点 大概你就看 因为一定要有一档指标股 起来带 就像你刚刚讲 君豪这种 对啊 就是过高 起来就会嗨的嘛 那你假如这些 你都没有一档想要充 那你不充 大家也不充 那不充的状况 就是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 我认为 当然你也可以技术面操作 只是说这个比较不是 跟COLOS不是那么踏实 就是大家认为 有可能这个也要两年之后 你这一两年大概 看不到什么营收获利数 是真的因为 这一些CPO的部分 因为技术说真的 还不到达那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一些大概 短线上的操作就可以了 好 那但是有没有 这是跟AI相关 但这一波真的 比较没有讨论到的呢 对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 你就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指标 就是2340台亚的部分 你看一下 因为今天下午要法说 那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缺口也补了 对不对 股价也慢慢上来了 是 那接规法说我想会对未来的展望 释出更明确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认为就是说 其实它 我们先讲感测元件 其实它就是Apple Watch 独家供应Apple Watch感测元件 所以你说 最近不是亚光也长很多吗 原相 这一些跟感测 镜头有关的 感测镜面有关的也长 那它也有感测元件 就是机器人 很多未来因为感测元件 其实就像眼睛 就像你的手一样 要去感测任何的东西 那另外的 在第三拜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它Game Sick这一些 那原本 比如说它在六寸的部分 它就有Game跟Sick 陆续会开始出货 然后现在呢 有可能八寸的Game的部分 已经开发完成 年底之前 有可能也会陆续通过客户的认证 明年有可能会开始贡献营收 再加上它的新雅 转投资新雅的部分 有可能在未来几天会挂牌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 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你看月峰也慢慢上来 你看3707的汉累 其实也慢慢上来 我觉得这当中来讲 最背力度的应该是台牙的部分 好 那当然包括还有这个 机器人个股 哇 这个也是短线上操作吗 对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短线上操作 因为它也是跟着NVIDIA 大家预期有可能才会